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昨天發生了一件很轟動的事 這個就是台灣股票 竟然是 跌1400點 香港跌1400點 大家經常看到 台灣很少可 因為台灣以前只有幾千點 怎麼跌1400點 但是 台灣的股市近兩年就很厲害了 升到一萬多點 很多人 就算有炒股的朋友 也未必會關心台灣 因為台股其實就是吃著科技熱潮 因為它是全球晶片的主要公共商 所以台灣很多 這些企業 股價是十分之好的 而且企業能力也會賺很多錢 掌握全球個半晶片代工產能的台灣 近日疫情非常嚴峻 所以他對台灣的經濟和資產前景 很多人都開始覺得 可能有些問題 所以拖累股市創下史無前例 最大的跌幅點數 使得 全球晶片短距的問題更加棄手 中港兩地上市的半導體股也全部跌倒 但是反而大陸連跌多日的 晶片代工廠中心和華紅半導體 反而成績炒高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受疫情影響有機會 減產 半導體 是台灣的 支柱產業 尤其是台積電 全球兩家能生產 7人民以下 最頂尖的 晶片公司 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他們的 產能是十分之厲害的 高端的產能 掌握電腦、數據中心和伺服器的CPU 手機系統晶片的 供應煙喉 所以這家公司是吃正科技股的熱潮 受惠當前的晶片科 股價當然是一直升 根據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早前的調查顯示 如果台灣有一年一時間沒有辦法做晶片的話 全球電子產業 這個 生意有機會損失高達 5000億美元 甚至乎可能使得全世界的電子供應鏈 停止運轉 這個真是十分之嚴重 沒有了地球 疫情升溫的疑慮之下 疫情升溫的疑慮之下 市場率先就拿台積電股票開刀 加上 這個 佔了台灣家權指數的權創是2.9 一隻股票佔了2.9 很誇張 相當於之後24隻重磅股的總和 他的股價在星期三急跌 最多跌了9.28% 足夠518元新台幣的今年新低 很厲害 拖累台灣家權指數 大約同時破紀錄 狂射1400 或者8.5% 去到了15165點 這是三個月低位 比上月底觸及的紀錄新高 跌了超過10% 技術上就是含入調整 台灣不少半導體裝備 封裝設備的股票 ASM太平洋 也 大跌5.95% 以全日低位102.7收市 台灣股票 本身受過全球科技股近日的跌勢 大家看到Tesla跌倒楣就知道了 兩個星期前 孖展融資額也創下10年的新高 短短四個月就大增46% 遇上大跌市 斬倉壓力當然是大了 因為 你的孖展融資額那麼大 跌上來 補倉也大了 當然可能要沽一半 或者被人斬了 變了台灣股市大跌 不僅如此 隔晚美股也是大跌 美股 因為通脹的預期升溫 所以美國的股市也是昨晚跌了681點 我們繼續說下去 記得支持陸伯福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新的美國數據顯示 通脹的通脹 會升溫 昨天美股 道指收33 587 跌了681點 一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是一月份以來 標準普爾是報4063點 跌了89點 跌了2% 有多 納指就報13,031點 跌了7點 從高位回落8% 4月29日的最高位 美國4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急升4.2% 創了08年9月以來最大的升幅 較一個月前的2.6% 是瘋狂加速的 也高於預期3.6% 部分是由於 去年的基數低 按月 就升0.8% 也高於預期的0.2% 扣除食物及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就升3% 按月也升0.9% 後者 原來是82年以內最強勁 也分別高於市場預期的2.3% 和0.3% 美國4月的CPI升到 那麼多年的高位 聯儲局有關通脹加快 他說只是暫時性的情況 基本上是受到挑戰的 早兩天耶倫出來說話 基本上上個星期我們也說了 其實耶倫說得出來是一定要的 當時由於那個市場的反應太大 他出來被迫說一些違心的說話 又說不一定加息的 那麼其實 現在美國 這樣引人之法 沒有可能不加息的 聯儲局 現在 很明顯 大家都覺得聯儲局 可能會提早加息 10年期 美國國債知息率急升7點 升到1069 是3月18日以來最大的單日升幅 其中一個惡王 達利 美國拜登政府的刺激經濟計劃 推高了通脹和美元貶值的風險 未來債市 沒有購買新債的足夠需求 這個會迫使聯儲局 繼續放寬這個 銀根 不過高盛首席經濟師就認為 美國通脹上升只是短暫性 而不是持續性 並預期隨著疫情放緩和學校重開 勞動力短缺問題 會改善 科技股當然是大跌 昨天Amazon跌2點多 蘋果、Netflix 也跌超過2% Facebook跌1.3 其他的增長股也全線下跌 例如Uber跌了5% 雲業務 Calfair跌了2點多 其他的 科技股也急跌3-5% 香港今天也開始跌 跌200多點 不算很多 但是大家看看科技股 全部都跳水 最主要 就是整個科技股 也可能有退潮的跡象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以往 一個 去年開始 二月份開始的疫情 持續超過一年 大家都會集中在網上 實體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實體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大家都在網上 大家都在網上 大家發覺一隻股票是香港的疫情股 一隻股票是香港的疫情股 就是1137 香港電視 當然現在改了名字 HKTV Mall 這隻股票 最高達到15個多 現在跌到昨天8個多 我還未看 未知多少錢 這隻股票很明顯是受惠著網購 因為大家都在疫情 不可以出街 或者不方便出街的情況之下 所以 那個股價是升到15個多 而現在的疫情 預期 疫情會過去 這類 依靠疫情 暴升的股份 就開始回吐 美團也是一樣 最高達到400多元 現在只剩兩塊多 咬了一半 很多股票 科技股 都是跌了一半有多的 大家看看吉里汽車 現在只剩十多元 最高達到30多元 一半也不止跌了 我們看到 這類型的當時的受惠股份 現在的大跌 其實也是因為當時的股值 是比預期炒高了 因為人們覺得現在的疫情沒辦法了 反而 傳統股 反而是 升到502周的位置 升到502周的位置 這個也是 傳統股慢慢慢慢好好的因素 當然 這兩天大跌的 不單止是 股市 還有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也是 很多爆倉的情況出現 總之 風高臨高 大家的 炒作就要小心一點 這一節暫時 講到這裡